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我们昨天讲到抉择当中最根本的一个抉择在于折思想 折念头 我们这一生应该依循什么标准来处事做人 在这个时代讲到依循 遵循 很多人会觉得我干嘛要遵循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你看这句话多么有好奇 走自己的路 但问题这个自己的路 这个自己能否辨别正确的路呢 不可逞一时之气 到头来人生后悔莫及 人生走来一场虚度 一场仇场这样就不好 路修不看就走 人修不择就教 言修不诗就讲 时时时都应该有一份理智去判断 有一位朋友他们家开了古针商店 专门在卖古针 不是古针 古琴 第一年所做的几十台古琴 一台都没有卖出去 我听到这也很纳闷 怎么一台都没有卖出去 他接着说到 他第一年所生产的古琴 都是依据店里面一支尺 做的 做完以后 人家来买 事都谈不准 后来才了解到 那一支尺是歪的 而他们一开始从来没有去思考过 那一支尺是歪的 太相信那一把尺 造成重大的损失 我们很可能也很相信我们心中的标准 心中的判断 觉得我这样想就是对的 但往往也付出很大的代价 所谓不听老人眼 吃亏在眼前 要依循谁的标准 依循怎样的做人做事 准则 才能让人生走得圆满 走得幸福呢 那中国文化影响最深远的 首推孔老夫子 那我们应该依循孔老夫子的教诲来做 很多人又说了 那我不是被孔老夫子牵着鼻子走吗 你看现在人 自我观念很重 我不愿意给人家牵着鼻子走 而孔夫子说到 他这一生所谈的道理 都不是他自己的 他是数而不作 他只是传述古圣先王 遥顺雨汤 文武周公的德行 行持 他把他传述下来 并不是孔老夫子发明的 那也不是孔老夫子牵着我们 鼻子走 那我们再深入思考一下 那遥顺雨汤文武周公的 思想 德行 又是依据什么标准呢 真正把他搞清楚 搞明白了 才了解到 依循的 旧事 人之初 性本善 每一个人本善里面 本有的智慧 本有的德能 不是别人牵着我们鼻子走 是我们自信彰显了 随着自信去生活 那样的日子 随心所欲 不宜举 那样的日子 是实时可以正己化人 可以学而实习之 不亦悦乎的 法喜 我们要把根本找出来 但是一开始 很难有这种感受 为什么呢 假如 你用左手吃饭 吃了二十年 现在 叫你换成右手吃饭 你会不会好受 很难受啊 因为你已经习惯错误的 当然我不是说拿左手吃饭是错误的 比方拿筷子 我们都知道 龙含朱 凤点头 这个凤点头 它是最合乎人体工学 最省力 看起来又最优美 的方法 但是从小我就不是这样吃饭 说实在话 我已经想不起来 我以前怎么吃饭了 拿错误的筷子 我拿了二十 二十九年 拿了二十九年 到了澳洲 才学习 奉点头 前两个礼拜好不好过 前两个礼拜吃饭吃的 竟然要吓头 都快要吃不下去了 都要跟这一只手发脾气了 很难受 两个礼拜以后熟悉了 一年以后我突然回想 我以前怎么拿筷子的 我忘记了 你现在问我 我也不知道我以前怎么拿 我现在已经习惯标准动作 那是最轻松的 为什么浪子回头 亲不换 因为这个浪子真正回头了 他会深刻体会 这样做人才有味道 这样做人才像人 你再把他拉回去不像人的生活 他绝对不肯 我们有了这样的认知 在修学的前 三年 要刻出这些习性的惯性 比较辛苦 但一定要熬过去 熬过去以后 就会一凡风顺 各位朋友好不好熬啊 佛家有一句话说 学佛一年 佛在眼前 学佛二年 佛在天边 学佛三年 佛化云烟 诸位朋友你学几年了 那现在佛在哪里 还在心中 还在心中 来掌声鼓励 那熬过了 无有一法不是佛法 你真正觉悟了一切法都是佛法 连你学的物理化学都是佛法 相不相信 我们学过物理学的都知道 有一个定理叫惯性定律 惯性定律 这个不是在大学领导用而已 生活当中时时可以观照自己 他有一个图 这个叫静摩擦力 这个叫动摩擦力 本来不爱干净 要把它变干净 爱整洁 容易不容易 不容易 本来很傲慢 要把它变谦卑 一开始都很困难 就好像一直在加力气 今天 这一个物体 它有没有惯性 有 它待在这里就有惯性 你要推 它不给你推 除非你的力气要怎么样 大过它的惯性 推过它的静摩擦力 好 我现在再推了 它没有动 我有沒有在用力 我有啊 只是还没动啊 一般人就在这里磨耐性 你要改变自己 用功半天 好像还在原地打转 事实上没有 已经在酝酿到 可以推动的力量 可是往往 行百里路怎么样 半九十 不推了 不干了 我不行 或者去 要推动别人 推了半天 觉得都没动 算了 它没有善根 其实不然 一定要坚持 做下去 功夫到怎么样 自射通 动了以后就好推了 动了以后就变成动 动摩擦力 就很轻松多了 要突破这个惯性 要记住哦 要坚持 有恒为 成功之本 那一天我们提到 人生是忙忙忙 这样的人生 你就不要去走 要懂得抉择 不要白忙一场 结果有一个朋友说 来听课 有三个阶段 叫悟悟悟 在上课这六天 好像开悟了 啥都明白了 一片光明 然后开车回家 半途 很多想法开始 有点模糊 老师是这样讲吗 是这样吗 有点悟了 回到家里 要被老公气了半死 老师讲的不对 人之初误 性本恶 开始误会了 这是悟悟悟 如何不走悟悟悟啊 要停留在这个悟当中 如何停留 要宽为限 仅用功 一定要常识 熏修 要把这个状态保持 甚至 你的目标 不是放在 把状态保持 而是不断 把状态提升 人要有志向 要有斗志 是要不断提升境界 你浮在那里 有时候浮不住 就掉下去了 常识熏习 不断提升境界 那如何常识熏习呢 在这里提供一个方法 早上把地址堆读一遍 晚上再把地址堆读一遍 这一铁药不是西药 西药是症状解 我们现在开的药是根本解 治标 治标又治本 早晚读一遍 早上 提醒自己 今天要把地址堆的每一条做到 晚上回来反省一下 有哪一些还做得不够彻底 有则改 无家境 不断自我要求 自我鼓励 自我超越 那你每一天都是得日进 过日少 诸位朋友 您现在有早晚念一遍的举手 好 请放下 这个早晚念一遍的气色 看起来都特别好 因为有按时服用 效果特别好 假如断断续续的效果就不好 要坚持下去 这个很重要 西方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有一天跟学生上课 他做了一个动作 把他的双手举起来 往后甩手 这位朋友没有甩过 简不简单 简单 苏格拉底示范了几次以后 也让学生做做看 没有一个人不会做 接着他就说 来 我们每天甩手三百下 这是作业 能做到的举手 所有的学生都举手 过了两三个月 一两个月呢 苏格拉底又问了 现在还有在甩手的举手 每天都有甩手 差不多只剩六七成 再过一个月再问 还有在甩手的举手 只剩五六成 一年之后 苏格拉底说 还有在甩手的举手 在广大的学生群当中 只有一个人举手 谁举手了 你们不认识他 柏拉图举手了 你看西方则人也是单传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学问不是很高深 学问重在不懈怠 精进不止 菩萨修行唯一善根 是什么 精进 有精进的态度 一定可以成就学问 要有恒才行 在海口 我讲课讲了半年 我问说 早晚还有读一遍的举手 只有一个人举手 不过有一个人 我们半夜也会偷笑的 也很高兴的 至少没有全军覆没 这一位朋友 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 因为他第一次来听课 去年的元宵节 元宵节那一天 上课前 有老师打电话来 跟我说 他说蔡老师 今天是元宵节 晚上要不要停课 这位朋友 要不要停课 不要 我们下一集 大年初一来办 你要不要来上 境界还没来都不知道 境界还没来考验 回答得轻松愉快 境界来的时候 才知道你的功夫 功底有多深 我对着忠心的老师说 我说你当爸爸 有没有对你儿子讲 儿子啊 爸爸今天放假 不当你爸爸 有没有老师 老师跟学生讲 我下了讲座以后 就不是你老师了 礼拜六礼拜天 我也不是你老师了 能不能这么讲 虽然不能这么讲 现在有多少老师 是这个心态 有没有 那这个心态的话 怎么当老师 老师重在 言行 一致 那假如礼拜六礼拜天 就不当老师了 就可以穿着拖鞋上街了 那站上讲台 是用什么心态 是硬撑的 是虚伪的 因为讲跟做不一样 那当父母不能休息吧 因为你每天都要当父母 而且为人父母者 你早一天觉悟 你的孩子就早一天得利益 是不是 所以你要早一天觉悟 就要赶快学习 怎么可以放假 你真正对孩子 有那一份真爱使命感 你巴不得明天就开悟了 还放假 当然我在讲话的时候 都没有说好或不好 其实我很奸诈 对不对 这么一讲完 这个老师说 哦 那我知道了 不放假 结果那一次没有放假 来的人有真无解 哇我们非常的欣慰 代表父母确实是望子成龙 望女成风 现在有好的方法 你每天给他上课 都还有人会来 因为我们办课程 办到现在 已经快接近两年的 在海口 在深圳 也已经 一年半左右了 上课的人是越来越多 教室都挤不下去了 连大过年期间 海口的课是不停 还是很多人来上 也由于这么多家长的用心 学习 我们的老师不敢懈怠 进步的也 特别快 那一位朋友 刚好坐在中间的位置 从一开始上课 他就目不转睛 一直听 听到好的故事 赶快笔拿起来 把它记下来 非常认真 我对他 很有印象 但是我们不攀缘 我也从来 没跟他讲过话 经过了三个月左右 他走向前来 对着我讲 他说蔡老师 你讲课很辛苦 我都不敢打扰你 而今天 因为这三个多月 我学习很有成长 家庭生活也很有帮助 那我在想 这么好的教诲 不能只有我家里得利益 我决定要回自己的故乡 教弟子鬼 他的工作是在海南航空站 他不是师范院校毕业 但是 他抱持着 独乐乐 不落语重月乐 的心境 抱持着 回馈自己故乡的 心情 他勇敢的 踏出那一步 各位朋友 当他踏出那一步 往后会发生什么情景 因为他那一步跨得太大了 前面的学长学姐 怕他会跌倒 赶快怎么样 双手把他接好 自然而然就帮助他 那一天 他提到要回故乡讲课 旁边有很多 教了八年 教了十年的学校老师 都走过来 围过来 开始给他宝贵的经验 那当然他也很好学 就开始聆听 那看到这么有心的人 我当场就送他一套书了 哪一套书啊 德语故事 七百多个故事 你不用担心 给你讲不完 让他心里 很有底啊 不会慌张 就这样回去教了 责任的承担 是成长的开始 他的进步速度很快 现在在海口 有专科请他去讲课 他不是学校老师 在这个时代 只要你有真实学问 你不怕没有舞台 你看老上学问这么高 连伊斯兰教 办的大学 都办荣誉博士给他 重在有没有真实学问 有没有能够利益众人的智慧 这才是重点 这位老师 教学过程 确实相当用心 我们常说 用心即是专业 真心 会有方法 他教到其中有一句叫 似诸父如四父 似诸兄如四兄 他是带着水果 带着一篮荔枝回去教 他告诉学生 我们学完入择校 理解到为人父母 教育孩子的过程 教育孩子的过程相当的辛苦 我们要感念父母 要孝顺 而别人的父母 也依然很辛劳 我们也要一样的 恭敬 有礼 往后看到长者 看到别人的兄长 都应该恭敬对待 这叫似诸父 如四父 似诸兄 如四兄 当我们真正去教这一句 真正去做这一句 你的人生 会有相当多的体验 发喜 像这一句的体会 我就很深 但是假如每一句的体会都讲 那时间不够用 我听完这一句 似诸父如四父 似诸兄如四兄 我说好 当下马上就做 回到住的寝室 我开始问一些长辈 我说这位长辈 请问你是哪一年生的 他一说 比我爸爸大一岁 我给他举了一个弓 我说谭伯伯你好 各位朋友 这一个弓举下去 会有化学变化 什么化学变化 这位长者笑得很开心 笑得合不容嘴 嘴上还说 飞机飞了几千里 还收了一个侧子 所以他很高兴 这位长辈 在我离开澳洲的时候 我先去跟他辞行 我说我回来以后 回到学校去教书 要好好弘扬 要好好弘扬中国文化 这位长辈跟我说到 他说你这一次回去 一定要抱着 必死的决心 就像赶死队一样 勇往直前不能退缩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 连孔老夫子的后代 都不一定看论语 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道理 所以你一定要坚定意志 回去做 这位长者 短短的一席话 我一直把他怎么样 放在心上 另外 有一位长辈 比我父亲年纪小 我说 吴叔叔你好 就这样问了几个长辈 举了一个功 突然有一位长辈跑过来 他说我也要当叔叔 您知道是谁吗 是吴叔叔看着我在那里认叔叔 他赶快跑过来 我也要 当下给他举了一功 吴叔叔你好 我们只是例行的 四租父如四父 四租兄如四兄 却成就了人生 多大的财富 这个财富不是用钱可以买的 这个功举完以后 隔天 隔天 卢叔叔把我叫到客厅 刚好只有我们两个人 刚好只有我们两个人 很奇怪 当你很真诚的时候 好像天地之间都当你的备酒 当你的不酒 都会刚刚好两个人 都不会有人干扰 卢叔叔把他人生的经验 还有修行的智慧 足足跟我聊了两个多小时 我从一开始就全神贯注的听 他聊到29岁就当总经理 曾经当亚马哈的总裁 亚马哈 我在大陆讲习惯了 亚马哈的总裁 底下员工八万人 各位朋友 八万人给你带 你敢不敢带 没有三两三 可不能上两三 他很多宝贵的经验 全盘托出 只怕我们年轻人吸收不了 讲完以后 我非常激动 你们看得出来 我是很容易激动的人 很感动 当下 我没有其他的想法 只想感谢他 那时候很自然的 想跪下去 双膝就往下掉了 当我的双膝要着地的时候 因为卢叔叔年轻的时候 学过柔道 他的动作特别快 马上一把就把他拉起来 然后说 死不得啊 有智慧的人都怎么样 都非常的谦卑 非常恭谦 就把我拉起来 不止那一天 聊了那一段话 在往后的一两个月当中 常常吃饱饭 卢叔叔就跟我讲 来 我们去散步 在散步的过程 长者会问我 来你今天听课有什么收获心得 我就开始给他报告 报告完之后 他摇摇头 你看事情 看得太浅 看得不够深 看得不够广 来我分析给你看 这种方式 在大陆叫手把手交 在我们台湾怎么讲 好像当学徒一样 一点一滴跟着学 跟着做 这么大的福分 只因为做到了地址归的一句 地址归每一句 确确实实 能成就一个人的幸福美满 这一个海口的老师 他讲完以后 就拿着这一栏的荔枝 然后跟学生讲道 我们学完 马上来做 在我们乡里面 这一些长者 都是为人父母 他们照顾的孩子 现在也都是 社会的中间 社会的栋梁 而且这些长者 年轻的时候 对我们的社会 都很有贡献 我们去表达敬意 每一个人 拿着荔枝 去送给这些老者 长者 学生非常欢喜 每个人都 做得不亦乐乎 在那一天 下午 他们整个乡村 弥漫着什么气氛 敬老爱幼 当这些长辈 当这些长辈 接到荔枝 内心非常的欢喜 很可能心里想 我儿子都没这么孝顺 我孙子都没这么孝顺 而当 这些老者的子孙看到 这些小孩都这么懂得 这些小孩都这么懂得 要敬老 相信 这一幕幕的表现 也会引这一乡村的人 深思 反省 隔天早上 这一位朋友 这一位女老师的 父亲给他打电话 他父亲说到 他说 非常的感动 然后说 我们故乡 嫁出去的女儿 从来没有一个人 这么照顾 自己的家乡 当他的父亲 在讲这一段话 在附送这一句话的时候 请问他父亲的内心 是什么感受 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光荣 这叫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 养父母利益社会的志向 我们当子女的 真正去把他做到了 他会很欢喜很感动 他的父亲告诉他 你能够找到人生的价值 父亲替你 很高兴 很安慰 这个女老师 在讲这一段话的时候 他自己都已经 眼泪都 掉下来 诸位朋友 稀不希望我们 父母子女之间 有这样的情景 有这样的 感动呢 稀不希望 怎么这么小声 人生的好戏 绝对不要坐在电视前面 在那里一把眼泪 一把鼻涕 那样不痛坏 要把这感人肺腑 转人热泪的情节 搬到自己的人生 来演啊 这样才会 不往 此生 来这么 一早 好 只要有坚持 相信 我们一定 可以不断 提升 自己的境界 而 好学 净乎之 在好学当中 会去做 做了之后 能契入 力行 净乎人 支持 净乎勇 因为好学当中 最重要的 一定要 断恶 修缮 断自己的恶 所以必须 支持 净乎勇 而在力行的过程 力行圣教的教诲 去正极化人当中 会深刻感觉 现在的人 很苦啊 诸位朋友 现在的人 苦不苦 苦啊 很多人只觉得自己苦 可能也不知道 别人苦不苦 因为自己的事 都烦恼不完 你冷静去观察 现在的人 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 不只家家有本 现在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本 读不透的经典 都相当不容易 我们真正去了解 比较一下 你会舒坦不少 因为这个世间 比你还苦的人啊 那我蛮幸运的 在一个很温暖的家 成长 我也从这个家当中 体会到 一个家庭 如何过得幸福 如何过得和谐的方法 也是拜 自己家 的启示 的体会 而在一个温暖的家 成长的孩子 会有一种特质 他会很自然的 去付出 因为爱这个东西 很微妙 一般的东西 你给出去了 你没有了 其实话也不能这么讲 你财布施 你钱财布施出去了 有没有不见了 没有啊 我们要对真理了解 钱财布施出去了 财善怎么样 人聚 人一聚 人财多 你的事业就越做越大 财善了 人和进来了 你财布施以后 一定又得财富 所以是会越舍 越多 这是真理 而一个人内心的爱心 内心的 一种 对人的关怀 是越用 越丰富 越用 越远远不绝 一个家庭重要 他成就了你 助人为快乐之本 施比受 更有福的人生态度 可是假如这个家庭里面 没有爱 没有温暖 这个人会很没安全感 一没有安全感 他就会想 控制 占有 好像觉得握在手上 他才有安全感 所以这样的人 遇到情感 他会很辛苦 对方也会很难过 因为那都是一种 控制的欲望 当然 人假如明白道理 慢慢就了解 如何去爱自己 如何去爱别人 而因为 有这样家庭的影响 我会主动 去帮人 而在这个帮人 力行的过程 感受到 太多人 需要智慧 需要爱心 我们不能 袖手 旁观 这叫 力行 敬呼人 你没有去做 这颗仁慈之心 很难唤醒 你只天天想着自己的享受 那仁慈之心都会被 欲望 埋没掉 我曾经 遇过一个朋友 我一看到他 觉得他很苍老 那这个朋友 怎么认识的呢 我在补习班 补习 你看 我们在补习班 补习 念念要想着什么 不是想着要考上 不是想念念想着要考上 每天都过得患得患失 都很紧张 然后在那里想考不到怎么办 不是哦 走到哪里 跟哪里有缘 就要全心全意去付出 因为我是读理工科的 去考试很多女同学 他们物理化学比较差 而且去补习 离高中时代都已经八年十年 很深疏 他们来问我问题 我都会很认真教他们 佛法在哪 在处世待人皆悟 要做法布施 要做无微布施 要做内财布施 我这几年都是做内财布施 因为我都没钱 做内财布施 有一次 有一个同学来问我一个问题 数学 问了一个多小时 他回去了 另外一个跟我交情 很不错的同学走过来 给我拍桌子 他说你今天下午要不要念书 他很凶 我就笑一笑 要啊要啊 他说你看 你教他都教一个多小时了 他根本学习的态度都不是很认真 你干嘛还浪费自己的时间 有没有浪费啊 没有 他来问我们问题 我们本来的水平是 如何把这一条做对呢 他来问你之后 你的水平要提高到哪里 如何把一个人从不会交到会 你本来是一个学生的能力而已 人家来问你 你变成什么能力 老师 你不是一个算题目的机器 你的分析推理啊 非常的强 我就这样在补习班四个多月 常常都是指导同学 后来第一年考数学 考了88分 一年之后参加代课考试 我没有读书 因为那一年都在念一堆 念了50个学分左右的书 哪有时间再去算数学 没有 然后我可以直接去代课 但是我觉得不能再拖一年 我要马上去教书 我又去打考代课 全高雄县50个名额 我考上了 我的数学90分 一年都没算耶 第三年正式考试 因为代课完 我是拿到教师资格了 我必须参加高雄县的教师真实 考试结果88分 我都两年没算啊 还是考88分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一年的付出当中 我的状态已经调到 当数学老师的状态 这个叫法布施的聪明智慧 那一位长得很丑苦的同学 刚好 有一次 那补习班不是占位置的 每一天你排队来 走进来你就坐哪里 那不能占位置的 刚好那一次 我坐下来 也不知道旁边坐谁 我拿到一张 阿弥陀佛的西方街影像 那是 穿着橘色的袈裟 有没有看过那一服 很庄严 然后站在祥云之上街影 我看得很欢喜 在台中池光图书馆要了一碟 随时跟人家结缘 我就顺手在旁边放了两张 阿弥陀佛像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结果这一位朋友一坐下来 看了一下佛像 好像 他已经在大海漂浮很久 快要淹死 看到一张佛像 好像有一个浮沫出现 然后赶快什么 抓住 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他说 你有没有听过 妙连老法师 我说有啊 因为妙连老法师 都在提倡吃素食 我在大山大寺 就喜欢吃素食 到素食馆 有看到一本 提倡素食 就是提到妙连老法师 我说 他们是在南头 林延山寺 讲完以后就上课了 我就没跟他多讲 结果这个朋友还以为 我是博古通经 其实我对佛法 也认知有限 他隔天中午 上完早上的课 赶快走向前来 他就跟我说 师兄 他就叫我师兄了 所以以后补习班的人 都叫我师兄 他说师兄 我可不可以请教你几个问题 看他这么丑苦的脸 我们不帮忙 好像怎么样 过意不去 可是自己又 财数学浅 实在有点惶恐 我说好 然后就走到 读书的地方 就是比较有位置 可以跟他聊 在走向这个图书室的时候 一路上我在干嘛 你们知道吗 我在求佛力加持 这个我用很久了 很好用 你常常这样念佛祈求 到时候他问什么 有时候就答出来了 他问了我 他把他从小到大的命运 给我讲了一遍 初中 母亲就过世了 读大学的时候 父亲身体不好 常常要住院 肝癌 在长根医院长期治疗 他说 那个长根医院 就像他们家的厨房一样 很熟悉 他念高中的时候 他哥哥因为车祸 把脑袋撞坏了 这个哥哥从此以后 都是他在照顾 你的人生有比他惨吗 这个还不够惨 还有后面 后来他结婚 他父亲的身体一直没有好 因为他很有孝心 所以长期在这样医院跑来跑去 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相处的时间很少 不是很理想 后来他怀孕了 怀胎十月 去生产 医生说 胎死腹中 因为长期跑医院 他夫妻两协议 就离婚吧 也是蛮平和 就离婚 这样乖传的命运 并没有结束 后面还有很凄惨 他在最凄惨的时候 到了补习班 我听完他的叙述 我本来不皱眉头的 就皱眉头了 而在他整个叙述的过程 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 他没有一句责备任何人的话 都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都是自己的错 哎呦 这么善良的人 你人不帮他吗 所以从那一天开始 我就当书童陪他读书 因为他大我七岁 大我七岁 所以物理化学根本都不懂啊 又是读文科的 他要考上太难了 我就陪着他每天读书 然后我就比方 这个物理有二十几张 我每天就拿一张丢给他 这三天把这一张做完 三天以后我验手 他是咬着牙 敢怒怎么样 不敢言 其实我很凶的 就这样熬啊熬啊 因为我全力帮助他 连补习班都有流言蜚语出来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想起孔老夫子说的 人不知而不运 不义君子乎 你要去给全世界的人解释完 你的事也别做了啦 就这样 熬了四个月去考试 考试结果啊 他没有考上 差了一点点 其他比他不用功的都考上了 他非常的沮丧 各位朋友怎么办 这个时候又有一句话出来了 送佛要怎么样 看一切人 皆是菩萨 来到你生命中的每个人 都是菩萨 都在视线 都在考验 你的真诚是真的吗 你的慈悲是真的吗 我就想说 这个打铁要趁热 他这个学习状态 假如之后 荡下来了 那这四个月就前功 尽弃了 这个时候要做怒目金刚 打一通电话给他 说你一定要再去补一年 我明天在补习班等你 他对我是又近又恨 又不得不去 结果到了补习班 本来是要去报名 结果补习班说 今天刚好已经开第一堂课 我说你就直接上去吧 他就走上楼去了 好 欲提结果 吃花恩文得补习习 结果如何 我们看下一堂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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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